傳上去,所以在這邊完成檔 完成檔裡面的話有很多APK,其中有一個普利美食,這邊有個QR Code 你們等一下就直接拿那個手機有沒有,那個QR Code,有個QR Code scanner 那你scanner的話就把它掃一下QR Code 特別注意,它會跳出說要你用什麼來下載,我建議各位一定要裝那個Google瀏覽器 手機預設那個好像裝會有問題 你用Google瀏覽器有沒有,來下載,下載這一個有沒有,然後再把它裝起來 一樣要在那個安裝應用程式那個地方,位置來源那個地方打勾 那就把它裝在手機裡面,至少把它稍微run一下,你會比較有那個感覺 最好,因為run完之後你才知道,原來這個APP裡面,它能夠做到什麼樣的效果出來 這樣你來做這些效果,你會比較知道邏輯啦,不然的話有些時候你根本搞不清楚到底 這裡面做出什麼,所以特別是你可以掃一下QR Code 掃一下QR Code,裡面的話,就會跳出那個程式出來 第一階段,這個我想你們 再自行,再把這個部分,就是在完成 那剛剛講的部分的話,這個裡面的第一個跟第二個畫面,其實非常簡單 去這邊改一下 名稱Delete,然後放一個這個一個圖啦 然後中間的話,特別注意這個前面也都講過 加一個那個 一個DIV,插入一個DIV,底下的話插入一個 這個NetBar 這個部分如果你稍微忘記也沒關係啦,因為其實我們前面的畫面都還在 所以你可以在雲端白板上面看一下 印象中應該是在Google地圖裡面吧 不知道是這三個其中一個吧 有沒有還有印象吧,怎麼樣去找這個地方 這個是 找那個經緯度的 這個是找那個,有沒有 插入什麼呢 插入一個MAP的,有沒有 大小,我前面有講過嘛,這個應該還有印象吧 然後怎麼樣去加,這個都一樣 基本上呢,這邊可以參考,另外 還有就是說 怎麼去插入,我想插入一個那個地圖 這邊有相關的 可以稍微回顧一下 還有就是說怎麼樣加那個NetBar 這邊也都有 插入DIV,這邊有個插入DIV的方法 從這邊 有沒有 1 2 這邊就有個DIV 所以做完畢之後的 NetBar部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做完之後 第一個頁面 從上面來看一下 我在這邊 打上結束 打上結束 兩個字之後的話,選舉他之後 記得 就是在這個地方 給他一個ID 給他一個ID名稱 ID名稱我叫做END OK 那其他的話 頂多是在這個上面再加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icon 因為我現在 在上面 只要有一個叉叉 不要文字 所以結束兩個字不要出來的話 可以在什麼呢 在這個頁面標籤裡面 去做設定就好了 做哪些設定呢 其實就兩個設定 第一個 我的icon 有沒有 就是什麼 Delete 有沒有 這個地方 第二個 我不要置 所以icon的pause 有沒有 這個地方 Notest就可以 所以 如果你要做出什麼呢 做出那個叉叉的效果的話 就這樣就可以了 icon是Delete 是